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上星期获准保释后审 高等法院颁下书面理由 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说 黎智英是未获准保释 关键在于他被家控的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被告有没有再犯和潜逃风险 法官说控方目前依赖黎智英 7月和8月两场访谈的言论 指控他是向外国提出的请求 但法官认为有关言论 似乎是意见和评论多于请求 认为辩方有可争议的空间 法官又指黎智英虽然有海外生意 又有两艘游艇 令到控方担心他有潜逃风险 但黎智英主要业务和家人都在香港 而且他的保释条件苛刻 包括巨额保释金 不得离港 不得公开发言等 相信已经可以减低潜逃风险 律政司已经就他获准保释 上数字终审法院 星期四开庭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